看好首钢夺冠 为何杨毅一直不看好广东南篮夺冠前景呢 广东南篮取得一波26连胜后 在比赛结束后 在谈到夺冠热门的时候 杨毅表示自己依旧不看好广东南篮 杨毅表示广东南篮对着浙江广煞的险胜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他们的夺冠之路并非那么轻松就可以搞定 相反 北京首钢在杨毅这边是幸运 杨毅看好北京首钢 原因很简单 北京首钢拥有联盟最好的防守 他认为北京首钢的防守会给广东南篮更大的威胁 作为个人的话 杨毅表达对于北京首钢的喜爱是没有错 但是作为解说员的话 杨毅的这番话对于广东南篮还是不够公平的 最大的原因还是在北京首钢的双外援和防守 值得一提的是 杨毅在说出这番言论的时候 广东南篮召回小科比马上的消息还没有传出 否则杨毅不会这样自行打脸 虽然马布里如今走了 但是作为海外球员的引渡人 杨毅和北京首钢的关系并没有破裂 他看好首钢夺冠 或者在言语上向北京首钢示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